生活扫描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扫描生活品味生活 我是梅绍文 生活扫描的朋友好 我们常说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用在今天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的确就是如此 因为这个小帅哥 他刚刚符文兵役 然后准备去法国留学 先请他先自我介绍一下 嗨 小帅哥 梅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武文瑶 等一下 武是哪个武啊 武是武则天的武 你不是说文武双全的武 武则天 好好好 那文呢 文是文章的文 瑶顺的瑶 哇 这个名字 我的天啊 当初谁给你娶的 应该是我父母一起娶的 对你有好大的期待 对 希望能够不辜负他们的期待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的 你还在继续往前走嘛 对不对 没错 小伙子你身高多少 180 我特别要问你 因为我感觉上你就是一文质彬彬的 一个像是文青 有人这样形容你吗 对 蛮多人这样说 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 把自己称作是文青的人 是 我不太敢把自己贴这样子的标签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你现在最主要工作 还是笔羹嘛 对不对 没错 你还是用文字对不对 你用文字干嘛呀 用文字做很多事情 一方面是我从 国中三年级开始 尝试撰写音乐评论 现场音乐会的乐评 还有一方面是 用文字来介绍音乐 或者写一些关于乐曲解说 这方面的文章 你从多久以前就开始了 你说几年级 国中三年级 国中三年级 那时候不知道准备要升学 挺紧张的吗 那时候准备要考音乐班 所以我就假公济私 借由我要准备升学考试 实际上也很常往音乐厅跑 这样子 这个方法好 因为你已经立定了目标 就朝音乐的路去走了 对不对 没错 那有机会就到音乐厅去 欣赏音乐 然后回来就把它写下来 这个是一般人不会这样做的 你在你的同学当中也算是一个少数人吧 从我到了音乐班到音乐系 目前还没有碰过 我身边同学跟我一样在尝试一些评论 非常少 很少 几乎没有 就是呀 这是少有的 你怎么会对于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兴趣 就是你听了以后 你真的有所感 你要表达出来 是不是 对 其实是我之前音乐会听的比较多 那有一位老师就建议我说 您竟然花了那么多钱 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听了音乐会 不如尝试看看 把它整理的比较理性化一点 对对对 然后那也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有鉴赏能力 有评判能力的一个听者 而不再只是写一些就是 哇 例如说听场乐会就说 这音乐会好棒啊 这个演奏好棒 全部是赞美 或者是流于这种心得式的这种文章 要经得起理性的分析 没错 这个老师对你影响太大了 对 以至于现在变成你的专业了 是不是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今天才能接广播员 好了 文瑶 跟听众朋友简单说一下 怎么今天我们会见面的 今天是借由这个 福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的团长 陈一芬老师 借由我跟这个福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 认识的这个缘分 就因缘际会之下 就来到了韩生广播电台 来上媒介的节目 真的是不容易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第一个你要谢谢你的那个 指导你的方向 走一评的这个方向的那个老师 对不对 没错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要谢谢这个老师 就是一芬老师 陈一芬啊 你跟他是怎么结缘的 这个缘分说起来就蛮奇妙的 其实我之前前几年是 国议会的专案评论人 我拿到了国议会的补助 那一年要听大概20场以上的演出 然后要写评论 发表在国议会的一个专门刊载评论的一个网站 叫表演艺术评论台 那当时是2019年 福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来到台湾 那在台北 高雄也有演出 演出了一系列的这个音乐会 那么我听了之后呢 觉得演得非常好 也非常感动 我就写了一篇评论 那这篇评论看出来之后 就被这个福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的团长 陈一芬老师就看到了 那就觉得 有一个年轻人 把他们评的蛮好的 而且对古乐也有感兴趣 就把这个文章就分享了 给他 给身边蛮多的朋友 也因此就联络到我 我就认识了这个团 就从一个旁观者 到真的跟这个乐团有所接触 所以你们真的就是知音 对 能算吧 好 在这里要谢谢陈一芬 陈老师 我本来以为今天一芬老师 应该也在现场的 他人在哪里 他现在人在欧洲 还在欧洲 对 那么可是 这个福尔摩沙 这个乐团 不是马上就要演出了吗 对 四月份就要来台湾了 最早的演出 应该最早演出是五月 五月开始 五月十一号 是有法国宫廷乐会 无疆界的室内乐演出 那是五月十一号 就在交通大学 五月十三在台北国家演奏厅 五月十四在台南卫礼堂 就有他们这一系列的 第一个室内乐的演出 所以一芬老师到那个时候才会来 他们四月先来 然后五月就上登台了 对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对对 要讲登台 我要跟听众朋友说 而且我也要听听这个周文尧 对不对 我没说错吧 五文尧 五文尧 对对 五文尧 我没说错 没说错 你平常你的音乐都是在台下 听了以后 然后事后把它写下你的感想 对不对 对 那么今天你可以感受一下 在舞台上的感觉吧 因为我们这个录音室很特别 我的这个音控这个部分 特别变成是纹纹的暗暗的灯 然后你好像就被光打在舞台上的感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 是吗 我有一种主角的感觉 如果你今天是弹琴啊 或者是拉琴的话 你就在台上了 对不对 没错 不过今天在这个空间里 你也是台上的主角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借助这个五文尧 你怎么说五则天 五文尧 他的专业呢 也让我们在节目里能够先听为快 能够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古乐 因为他介绍的这些曲子也很特别 刚好也都是他们去年才入围金曲奖的 算是很有分量的音乐 是不是 没错 我们也借着这些音乐呢 能够也借着五文尧 我要叫你五老师 不敢不敢 可以这样讲吗 你跟着我们一起 让我们也能够感受 也许有听众朋友 本来就对这个领域很熟 或者也曾经在现场去欣赏过 那么回头再回听的感觉会不一样 那么你也应该有不少的知音 那么也可能是跟我一样 我们也是初初能够好像在门边 在探问的人 那么也借着这个机会 请五文尧 从一个专业的角度 带领我们进入这个音乐的领域 好不好 好 那么在没有介绍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言简意概地说 什么叫做古乐呀 这个问题看似是最简单的问题 但实际上是 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问题 古乐一般来讲 一般人可能确实感到很陌生 那古乐跟早期音乐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词 顾名思义 它就是指 是比较早期演奏的音乐 古时候的音乐 我们称为古乐 那其实在学术上 有狭义的古乐 跟广义的古乐 这两种说法 咱们在最早期所谓的古乐 通常指的是 巴洛克之前的音乐 勉强算到巴洛克时代 往前推文艺复兴 中世纪 甚至古希腊时代的音乐 我们称为是古乐 后来随着整个古乐的潮流 兴起之后 影响了整个古典乐坛 演奏音乐的方式的改变 古乐的定义被 比较宽容的扩大了 所以一直到 以时代性的乐器 演奏的古典时期的音乐 甚至浪漫时期的音乐 都可以算作是古乐的一部分 所以古乐 我们说的古乐运动 其实是指在上世纪 大概60年代末期 70年代 有一批 有一位奥地利 很有名的指挥家 叫哈农库特 以及一位荷兰的 大剑琴演奏家 雷文哈特 这两位古乐的先锋 他们召集了一批音乐家 以时代性的乐器 或是仿制的古乐器 并且足以当时作曲家 生长年代的那些音乐的史料 背景去考究音乐的演奏法 跟重建出符合那个时代 氛围的声音 用这种方式演奏出来的音乐 我们叫做用历史资讯 演奏的音乐 就称为叫做古乐 它就越来越扩大了 对 所以基本上也与时俱进了 对 古乐的 随着新出途的史料 随着那个时代观念的改变 其实古乐的风格 是一直在变的 也很多元的 比方说我们今天 要用这个做范例的这张CD 也是去年他们才得了 金曲奖的入围的 鼓励的专辑里边 你可不可以从他的音乐里边 去捕捉刚才您所解释的 所谓古乐 好的 我们今天要播放的这张专辑 叫巴洛克歌剧舞曲 它是 是歌剧的舞曲 对 它里面有歌剧 也有舞剧 我们一般用芭蕾这个字 但我们一般常说芭蕾舞 但实际上芭蕾舞只是 舞蹈的一种类型之一而已 所以我们一般翻成 它是就是舞蹈的音乐 那么这张专辑 选择的两位 法国巴洛克作曲家 一位是奴隶 一位是拉摩 那这里面的选曲有歌剧的选曲 有舞剧的选曲 但重点是里面它都会套用舞曲的节奏 听起来是非常欢快 非常愉悦的 那么刚才说到古乐 会用仿制的 或者是当时留下来的历史乐器 作演奏 那么这就是 佛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的一大特色 这张唱片 包括他们接下来要演出 全部使用的都是 那个年代仿制的乐器 这张唱片用的就是18世纪 是仿制那个年代的 还是那个年代仿制的 应该是我们近代仿制那个年代的乐器 或是那个年代有留下来一些乐器 然后我们经过一些改良 或经过整理 拿来在现今的音乐上做使用 那所以在这个音乐厅里 整个的感受就好像很有时代的那个感觉 完全 回到了古时候了 是的 而且当我们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是有聆听古典音乐习惯 听的都是现代乐团 我们的音高 不管是交响乐团或是乐器 它的整个音高通常比较高 我们说标准音 在现代交响乐团调音 大概是等于442 甚至有些欧洲乐团到443 特别高 古乐的音准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通常标准音 有时候会调415 412 所以听起来是音整个降低了 将近了半音 那加上这些古乐器 它很少有金属材质 像是它的长笛 像我们说的团长陈一帆老师 就演奏巴洛克长笛 那长笛它是用木头制作的 现代的长笛是金属 所以听起来 整个古乐团在演奏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它没有那种 一般现代乐器的那种金属味 完全是很温暖 让你觉得非常幸福的这种声音 是是是是 那幸福的感觉好像油然而生 没错 我们来听听看吧 我来听听听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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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他们这个片子出了以后 你写了一篇评论吗 在片子出之前我就写评论 就是演出的时候你写的 演出你去欣赏了之后写的评论 对不对 那你还记得你那个评论的内容是什么吗 记得 那篇评论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 我就评了他们这场音乐会 顺便附带着简单提了一下 整个古乐在台湾的一些发展 给一些对未来的期许 是是 那你对他们的这个 这次的演出你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是非常棒 那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听他们团 之前有听过他们 他们邀请了大概好几年前 他们其实这个福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 在台湾推广古乐是 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最早在2012年就已经创立了 当时不叫福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 当时叫库普兰合奏团 库普兰是法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 很有名的作曲家 那后来他们在2012年创团 2013年开始就一系列的讲座 演讲等等的 有一些大师班 大师的分享之类的 那么到了2016年的时候 才正式更名为 福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 就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团名 所以当时就有听过他们邀请的 几个古乐音乐家的 重奏的室内乐的演出 是 那2019年的这场演出 在台北国家演奏厅 很特别是 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现场听到 用古乐演奏的 巴洛克早期的一些歌剧的选曲 是非常难得 今天在台湾 或许大家可能很难相信 还没有一出完整制作的 巴洛克歌剧上演过 完全没有 那福尔摩沙巴洛克古乐团 是第一个 全本太难了 有不仅什么呢 是更加困难 但是连演奏选段 连用古乐团演奏 都是非常非常少见 你觉得少见的原因是什么 很客观的看 很客观看 第一个当然是 台湾其实就很少有古乐团 然后第二个是 古乐形象的人口太少了 大部分 不讳言的说 在各大音乐学院 音乐院校里面 学生们其实对于 这种古乐的潮流 普遍其实并没有意识到 是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问题 就是蛮弱势的小众 非常弱势 非常小众 那加上 有在做音乐教育推广的 这一些相关部门呢 长期以来都也忽略掉了 早期音乐的重要性 他们会推很多 浪漫时期的歌剧 会做很多 甚至现在有越来越多 当代音乐的推广 但是对于早期音乐 反而是一个 长期最被忽略掉的环节 你这小伙子 怎么会对这些方面 有兴趣的 早期音乐 那这个是有故事的 最早会认识早期音乐 是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在师大 旁听 有一个音乐学 音乐学者 音乐学教授 叫陈汉经 陈汉经教授的课 是 我从高中就开始旁听 那陈老师是少数 在台湾会在音乐史课堂上 就教学生认识古乐 甚至在教音乐史的时候 会把早期音乐 范畴的音乐 教得巨细迷 非常非常仔细 是 那在当时在他的课堂上 他就播放了几个 古乐的版本 古乐的音乐 他一听 哇一下子就打开了 我对于音乐的视野 因为这个 我从小学习音乐 从小听的 听惯了那种 现代交响乐团演奏的感觉 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不管是音色 演奏的方式 他们对力度 对于那种 音乐细致为妙的变化 处理的真的是 让人听了 哇 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会不会马上 那个古代的 那个欧洲的 那个宫廷的感觉会出现 没错 尤其是 佛尔摩沙巴洛克 鼓乐团演奏的 这些音乐 在以前都是 凡尔赛宫的音乐 你看嘛 很有宫廷的感觉 没错 没借您的 这个音乐品味 太到位了 没错 当时这些作曲家 都是 我们知道 路易十四 太阳王的 御用音乐家 所以路易十四 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 非常喜欢艺术 而且很有品味的 一个君王 那他建造 那个美轮美奂的 凡尔赛宫 但他的这些 艺术品味 跟他为什么 为什么在宫廷里面 运用了这么多音乐 有一部分 有他政治上的目的 那不管怎么说 他给我们后人 留下的是 这个法国巴洛克 艺术史上的一段 这个最璀璨的 一夜历史 所以他人 虽然早就已经走了 可是他的音乐 他的影响 一直到现在 永远的流传下去 当然他要继续 要有这个生命力 就必须还是要 与时俱进 看怎么样 把它结合到一起 我觉得 一芬老师也蛮有趣的 他可以这么 这么投入 所以你那一次写 他的音乐评论的时候 你最肯定的是什么事情 你到现在印象 还很深刻的 我最肯定的是 他们持续愿意 在欧洲集结了 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 愿意每年回到台湾来 而且不计成本的 只是为了把这些最好的音乐 在欧洲最潮流的音乐 送到我们的听众 我们这是 观众是坐享其成 我们完全不用出国 就能听到最好的 最顶尖的 鼓乐的演出 而且他们带来的演奏家 都是一时之选 我们不要说 他叫弗尔摩沙巴洛克鼓乐团 里面的团员 声部的首席 都是现在欧洲各大音乐学院的教授 甚至是 都是有出唱片的音乐的名家 这样啊 没错 哇 这太不容易 好像是集锦 那种感觉 都精华就在一起了 所以他们这个团的程度非常高 那你说 他们把他一起 聚集到台湾来 现在疫情已经解封好多了 要不然的话 可能还往后演 对 像他们今年要演出的音乐会 其实原本预计是2022年 就要演了 但是疫情没有办法 没办法呀 对 就拖到现在 达到了今年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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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睽诡了蛮多年的 上一次大团来 就是2019年了 哦 你看看 对 2019 现在2022 23了 对 是 你说大团 所以因此 这个乐团 它的编制 还是有大小之分的 福尔摩沙巴勒古乐团 来的话 通常就是 大概是20个人左右的编制的 这样子的乐团 但在疫情期间 他们有小编制的 就是室内乐的团员 有来到台湾 开一开音乐会 小型的 就是陈一芬老师 跟他的先生 也是现在欧洲 法国最有名的 古长地家之一 就是马克 韩代 他们有来台湾 开二层座音乐会 哦 夫妻两个一起回来 对 嗯 你看这个 复唱复随 复唱复随 同时都在 音乐的领域 继续耕耘 这个也是 音乐界的美式一桩 非常不容易 而且两位都是 同一个乐器 同样都是 五常敌 竟然不会吵架 还能够在一起合作 对呀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很不可思议的 那你说旗奏还好 他们可能要对话吧 对 而且他们如果在 音乐权势上 有不同观点的话 会怎么样激荡 碰撞在一起 怎么样妥协 怎么样讨论 是 就是我们作为听者 能够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那一行的话 就听得出来 他们现在在干嘛了 是合唱了 还是在斗嘴了 对对 这也很有戏剧张力 是不是 当然什么样的乐器 什么样的编制 在什么样的空间 也很重要 我们现在不是在宫廷 是在音乐厅 所以大厅小厅 那个厅长 什么样也会影响吧 没错 一个演出场地的 现场的气氛 甚至是 我们知道古乐器 是很敏感的 尤其台湾的气候 它比较多变 对 可以常常 例如说一台大剑琴来 或者是巴洛克的 小的提琴乐器来 对 今天演出 这个湿度一改变 它马上就会造成 乐器会有一些小问题 像毛病会出来 音乐家就要马上的 做调整 或者是观众有没有进场 人数的多寡 我们穿的衣服 都会吸音 对 所以有没有人 在彩排的时候 跟人进来之后 整个感觉是不一样 所以好的音乐家 他必须要在很短时间内 要马上能够抓到 这个演出场地 有什么样的条件 去做改变 所以文阳说得很清楚 我们有时看彩排 那个剧场没什么人 那个时候听的感觉 跟真正已经高堂满座 正式的演出又不一样了 是 好 那么我们现在听的 这张罐的CD片子 是他们实况演出的录音 还是事前到录音室去的录音 这个就是他们2019年 弗尔摩沙巴洛古乐团 在台湾 在高雄魏武营音乐厅的 现场实况 现场实况 也包括有现场听众 他的那个声音 他们对于空气造成的影响 对 我们听这种现场实况 就能够完美的 让你生力其境 仿佛就在音乐会的当下 我说到现场观众与团圆 一起呼吸的那种奇妙的时刻 生息相通 我们在音乐厅欣赏音乐的时候 是不能讲话的 对不对 可是在节目里就不一样了 没错 耳边系 跟听众朋友 哪些地方需要提醒他们注意的 你就可以说 好 随时可以发言 其实呢 我们听音乐 现代音乐会正经为坐 都不能讲话 这其实是19世纪之后 才有的传统 在早期音乐的年代 像宫廷里面听音乐的时候 其实贵族之间 都是可以讲话 这是会吃东西的 这跟我们在那个茶馆一样 对 一边听台上的演出 一边在台下 又和有吃又聊的 而且随时可以叫好 对 对 这也是很生活家常的 没错 这唱的应该是法文吧 对 你现在法文也很厉害 要不然怎么去留学 这要持续的学习 好 这个音乐听起来是很快乐 很宽快的 刚才这个南周明在唱什么呢 他在唱 让我们纵情的欢乐 让我们尽兴开怀 就让我们无比的开心 太好了 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我们正经为坐呀 对 感觉上应该是在一个池子里 一边听一边唱 那种音乐听起来 好像让人想要翩翩起舞的感觉 实际上这就是拿来跳舞的音乐 当时凡尔赛公 有一大堆的舞会 皇宫贵族 包括这个太阳王 路易十四 本人就是一个 跳得还不错的一个 业余的舞蹈家 是 所以必须要有空间 反正就翩翩起舞了 没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听你说 好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 非常有力浑厚 而且能够把这个法语的 这种异扬顿挫 完全唱得非常非常好的 这位男中英 就是这一次也即将来到台湾 跟福尔摩沙巴洛克鼓乐团 一起演唱的 他是现在法国欧洲 智首科尔的鼓乐男中 叫马克摩雍 马克摩雍 他跟乐团合作的 是 他是 体态呢 因为唱歌的话 体态还是有先天上的考量吧 没有 他长得蛮瘦的 所以我就刻意要问你这句 他声量还听起来不错呀 非常好 而且他的音色非常的独特 很特别 他本身是法国人 所以他在 他专门就是专攻演唱 早期的这些巴洛克时期 甚至更早的 他其实演唱的 这个范围非常广 从早期音乐 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 一直到现代当代音乐 他都有涉略 但是他最为人乐道的 还是他在一些 古乐曲目上的演唱 包括他最经典的 就是像我们刚刚听到 这是卢力 法国周曲家卢力的 歌剧里面的选曲 那么另外呢 他演唱很多 法国的宫廷歌曲 甚至演唱一些 巴洛克早期的歌剧 这都是在欧洲的评论界 乐评界 都是有口皆碑的 那么他这一次来台湾 就即将要演唱 也是巴洛克早期的歌剧选段 是英国作曲家普赛人 一部歌剧 《精灵之后》的选曲 以及我们等一下 就会听到的拉摩 这个有收录在他们 2022年出版的 这个实况录音专辑里面的 拉摩的一部歌剧 叫《异邦恋情》 他这一次在台湾 也会演唱这些歌剧的选曲 OK 对于一个从事声乐的 他的声音也是非常重视 但是在演出的时候 会不会在曲目里 特别要挑战他自己 不同的面向 肯定会的 他就是勇于挑战自我 他才会不安分于 只权势巴洛克的东西 他能够往前推 推到文艺复兴 推到中世纪 往后推 能够推到现代音乐剧 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权势 那也 他的声音上 也要用不一样的解释方式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们刚才听的是 他的其中的一首曲子 这次他在演出的 从你的看曲目来讲 你会觉得有什么挑战吗 你会特别注意 他的演唱的时候的技巧吗 这一次我觉得 他要演唱 刚刚说过是 普塞尔跟拉摩的歌剧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法国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特别听 他在诠释不同语言的时候 有哪一些特殊的 他的处理在其中 以及演奏英式的巴洛克风格 跟法式的巴洛克风格 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现场 在观众就可以去注意的 所以在曲目上 你马上就可以有机会 可以分辨中间的差别 对 他的这个 一个是英国作曲家的作品 一个是法国作曲家作品 但在巴洛克时代 其实国家跟国家之间 风格彼此都会交流 会互相的影响 所以这其中有一些 非常好玩的一些 这种不同元素之间的 使用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 一个学术上的课题 哎呀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呀 没错 就是说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但是并没有表示 没有我自己 对 好 那我们下面这首曲子 可以有这个感觉吗 下面这个曲子 我们要听的是 也是 也是这张实况唱片当中 是刚才讲到了 拉摩的作品 那听的是他的一部歌剧 叫大尔达奴斯 里面的选段 那我们常 就是听古乐 有的时候觉得 就是一个最直观 最发自内心的 快乐的这种感觉 他会把人的情绪 喜怒哀乐 巨细迷的表现出来 那这一段是 叫做可怕的恶魔 他在乐曲中会表达 他对于这种 他的这个情绪 表露无疑 那他唱的是说 有没有比这个恶魔 凶猛的怪物 还要更可怕的 有 那就是爱情 爱情啊 你比恶魔还要可怕 这个音乐 好像把那种 不安的情绪 好像内心 这种翻腾倒海的感觉 形容 表现得非常好 这个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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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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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